好,大家下午好,我是郭爱秀山 咱们这个视频呢,周年来给大家讲一下稀土泳池 那么像今天,稀土泳池再一次上演掌停潮 那么这个方向能不能走出持续性 那么我们要从三个维度来进行出发 第一个维度呢,我们从稀土泳池的板块指数 第二个呢,我们从当前掌停个股当中的龙头个股的一个城市 第三个呢,结合综合的位置来对抗 首先呢,像稀土泳池这个板块指数呢 其实从历史上面来看,它当前的位置并不高 而且呢,从374.03点位以来 可以呢,把它作为,用传统视角呢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平台突破 那么平台的上演呢,其实在600点附近 好,这是从稀土泳池指数来进行看待 然后我们用常论视角来进行观察的话呢 其实从我们最近418.33点位以来呢 它对应的是一个30分钟级别的中枢向上离开段 好,这个位置呢,可以把它作为一个30分钟级别的中枢平台来进行看待 那么呢,30分钟级别向上离开段的一个走法 我们把这个中枢平台给延长 那么当前可以把它作为30分钟向上离开段的构建当中 那么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今天呢,而且伴随这样的一个方量 所以说呢,对于整个指数来讲 我们要知道今天上证是明显缩量的 那么对应的上证指数今天是明显缩量 而我们的创业板指数呢,也是属于明显缩量的 那么像稀土泳池能够对应的放量 而且是非常明显的放量 我觉得呢,后面的行情依然呢,值得终点去观察 那么像稀土泳池板块当中 我们再来看个股的一个表现 那么今天呢,上年呢,有9家个股涨停 但是这9家个股涨停当中 那么呢,从核心的一个龙头方向来看的话呢 其实依旧呢,聚焦在盛河、资源和北方稀土这两只 再者的话呢,像五矿稀土 那么我们来看这些个股它们的位置 那么讲到一个方向,能不能走出持续性 那么它需要呢,第一,要有龙头能够走出标杆 第二一点呢,那么这个板块当中 龙头走出标杆之后,要有小地跟风 整个板块能够呈现这样的一个持续性 那么我们来看看,像英哥华 它的属于超跌反弹的一个走法 那么呢,像北方稀土的话呢 咱们前面有过点评 其实呢,我们把它的一个技术 第一次上攻回落下来 两次上攻回落下来 三次上攻回落下来 这是第四次 好,那我们再来看呢 其实把高点和高点性相连 它也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突破的边缘 所以说呢,它的位置更具有这样的优势 可以把它历史上作为一个大的收敛三级角形结构的向上突破 那么用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呢 那么像它当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以及技术形态 是值得我们进行观察的 好,这是北方稀土 那么在前面的话呢 是属于冲高之后 又给出这样的一个长阴来进行洗盘 因为呢,当时咱们用三线操盘的视角来讲 给大家讲到了 先例五军防灰头 五军不破可是有灰彩 重点观察是十三天均线 十三天均线不破的话呢 它有机会呢 不能视为它的波段走坏 然后呢,像今天再度涨停 这是北方稀土 那么我们再来看的话 例如说像交座万方 像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它是属于有业绩生的层面在里面 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走的是反暴 涨停 然后呢,高开低走 今天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涨停反暴 那么像盛和志愿这一只个股呢 我是在前面多次讲到过的 那么像盛和志愿呢 咱们前面给大家讲的一个核心逻辑呢 其实是属于双底形态成立 就是呢,我们从这样的一个位置 可以把它作为颈线位 那么呢,这是一层底 回落下来 这是二层底 然后呢,向上 当时呢,给大家讲的 回落,一个是考验颈线位 第二呢,考验十三天均线 那么当前的话呢 是属于强势洗盘 今天呢,又是一个强势反暴的一个走法 同时结合历史的高点和高点相连 它也是符合了呢 这样的一个趋势 历史大平台趋势线的 这样的一个突破 那么像圣核资源呢 在前面 它的一个走势呢 实际上是强过北方西土的 那么这两只个股 我们来做个对比 当前的话呢 其实像圣核资源 它已经处在主升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咱们在前面 这样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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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讲到的话呢 其实是用三线操盘的视角 来进行应对 回踩不破 十三天均线呢 我们可以把它作为 新的机会点 那么从六块 一毛七点位呢 用残润的一个视角 来进行看待的话呢 其实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三十分钟 级别中枢的 向上离开段 后面呢 既有回踩 只要说呢 不破这样的位置 在九块 七附近 不破的话呢 它堆呢 也是三十分钟 级别的三百的位置 但是当前 向上离开段 还没有走完 这是圣核资源 这一支购物 好 那么呢 我们再往下面去看的话呢 例如说像这属于超级反弹 五矿稀土的话呢 这一支购物要重点去留意 为什么呢 因为像五矿稀土 这一支购物的历史位置 相对而言 不像圣核资源 已经走出出身 而且呢 我们可以把它低点和低点进相连 它是属于典型的收敛三角形末端 面临即将突破的一个考验 能否突破成功 那么呢 接下来市场会给我们答案 这是五矿稀土 那么同时的话呢 我们再看呢 用最近的这样的一个 残轮视角来进行看待 其实呢 当前考验的是三十分钟级别 在这个位置十七块零六 这个位置的话呢 对应的是三十分钟级别中枢 当前的考验的是向上离开段 那么向上离开段的考验的话呢 是能否突破前高 突破前高的话呢 对应的是向上离开段 后面的话呢 考察十六元附近的位置 回落不破 又是三十分钟级别的三百的位置 那么可能有的朋友会关心 这个这个为什么是三十分钟级别的中枢 而不是日线呢 因为它在四线上面来讲 是由比来构成的 在三十分钟图形上面来讲的话呢 它是有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组织类型 要么是大的线段上 要么是这样的一个 在三十分钟图形上面来讲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结构 好 这是五矿稀土 那么这样五矿稀土这一支歌舞的话呢 它相对而言是属于 在底位刚刚构建了这样的底部平台 看它能否相反突破 至于说像广成有色 那么像这样的个物呢 它也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收敛三角形的末端 可以这样去跟踪 那么最终的话呢 咱们总结一个观点 什么观点呢 后面整个稀土的话呢 我们一方面核心要盯着 盯着像圣河资源和北方稀土这两个个物 看看能否能否持续向上 走出持续性 它需要呢 有龙头 有标杆 其次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像 五矿稀土也好 像广成有色也好 那么这些个物呢 可以当成一个重要观察的一个对象 因为呢 它处在能否突破这样的一个边缘的位置 好 这是对于咱们今天 被整个呢 稀土泳池板块的一个解读 那么呢 对于一个方向能不能走出持续性 结合它当前的位置有没有形成标杆 风向标 然后呢 结合整个尺寿的一个效应来看的话呢 我们后面的一个观察点 不仅仅要观察 某一天的走势 而是要什么呢 第一个 龙头 有没有持续性 形成方向 当前的话呢 其实这种更强的是圣河资源 好 第二个的话呢 像 整个板块尺寿 它的量能 就是整个板块来讲 整个板块而言 它的量能能不能有持续性 第三个的话呢 再看它 除了龙头之外 有没有小地在进行跟风 刚才咱们点到的 不管是五矿 旗普也好 还是说是广成有色也好 它可以呢 把它作为小地来进行看待 位置的话呢 也不高 除了突破的边缘 同时的话呢 如果说龙头不能持续向上巴黎 而是呢 后面给出了一个大幅度的高开地主 或者从高柱回落 再往下面 龙头一倒塌 板块呢 对应了一缩量 那么小地的话呢 跟风的这些个股的话呢 它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回撤 虽然对于整个西土的话呢 我是个人有期待 但是呢 从操作层面来讲 想优质的这样的一个应对 就那我们圣河资源来讲 像这样的个股 如果说再往上 又会面临偏离五军 如果说除非呢 除非是强势两百的走法 否则的话呢 再往上反而不能追 又会面临偏离五军 如果说呢 在这位置震荡当中 始终不破十三天军线 那么呢 它依然有机会呢 走出这样的一个强势震荡上的一个走法 像北方西土也是如此 北方西土的话呢 当前它并没有明显的偏离五军 但是呢 像这样的个股 如果说回落不破五天军线 或者不破十三天军线 可以把我低息的几点 那么如果说相上 再往上的话呢 一旦冲高 不是连板的一个走法 那么它也会面临偏离五军 而且呢 结合咱们辅助性的 例如说呢 像我们的量能是配合的 MSD民主上方金插 以及呢 它的一个主力成本指标 M4ST 它也处于这样的一个 稳稳的站在主力成本指标上方 它符合咱们前面给他讲的 这样的一个公正的一个条件 后面的话呢 可以用三线操盘的一个视角 来进观察 那么像五矿 稀土的话呢 也是处于这样的一个公正的条件 五十三 一百四十四 刚刚形成多多排列 量能 有放大 MSD零周上方金插 也是站在主力成本线的上方 包括呢 广城有势 广生有势 广生有势的话呢 也是刚刚符合这种条件 不过呢 像广生有势 今天呢 它的属于尾盘的时间呢 还上板 属于跟风板 那么从强弱的一个角度来讲 像今天日内来讲 北方稀土 深合资源 五矿稀土 然后的话呢 再看 广生有势 好 那么今天的分析呢 仅仅仲供参考 具体交易与否 的话呢 大家结合咱们前面所分享过的三线操盘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 根据自己的理解 看不懂的机会不要参与 看不懂的图形不要参与 自己无法驾驭 无法控制风险的操作 不要参与 只要记录这些原则 那么呢 在股市当中 风险随时都有 机会呢 它也是 存出不穷 看自己能够驾驭 好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呢 欢迎积极的留言 点赞 好 再见 再见